一口气看完江夜前传剧情 剧版江夜的故事是从未成开始的 或者说是从桑桑将士和林光远灭门案开始的 里面有很多事件和背景都从未交代过 那么如果江夜有前传 江夜之前的世界究竟发生了哪些大事呢 这个视频将按照主要人物的出场顺序 为大家一一揭晓 江夜中首位出现的大佬被称作赌徒 之所以这么称呼他是因为他在修道前极为试赌 后来痛改前非 前心修行才得悟大道的 从只手冠的密码设置为七进十三出 就可见其赌徒本性 赌徒是道门的开创者 也是只手冠的第一任贯主 当初的世界 人类还比较弱小 虽然掌握了一些修行规则 但面对洪涝 火山 地震等复杂的外部环境 很难稳定生存和繁衍生息 赌徒作为当时人类的最强者 在进入清静境后 本可以超脱人间 但为了人类更好地延续 为了让这个混沌世界更加井然有序 他才创立了道门 并选择了将浩天作为人类的信仰 并以信仰崇拜的方式 将浩天从混沌中唤醒 或者说创造了浩天 但赌徒也留下了七卷天书做后手 当浩天不能掌控规则 或者滥发淫威的时候 用来制约浩天 或者重新开天 在布置好这一切后 赌徒不知所踪 而天书的秘密 只有每一代的只手冠冠主才知晓 在浩天庇护的世界里 浩天掌管着所有规则 他对待人类 就像圈养牛羊一样 却实打实地帮助人类 度过了那些艰难的岁月 并延续了下来 但是浩天世界的总体能量是有限的 而那些越武镜的大修行者 吸纳了太多的天地元气 还有可能威胁浩天的统治地位 所以浩天大约每隔千年 就会发动一次永夜 清洗世界 将那些大修行者吞吃掉 让一切再次进入轮回 无数年来 人类经历了多次永夜 永夜的传说便一直流传了下来 但是 有人却在永夜过后 幸存了下来 还不止一人 那就是屠夫与久屠 这两人都已活了数万年 是人间活得最久的两名大修行者 他们能成为永夜中的漏网之鱼 是有其客观原因的 首先 两人足够强 屠夫无限接近第七境的不朽 九屠的境界在第六境 无惧亦无量 他们二人 不仅是世间了解永夜真相最多的人 对于躲避永夜 也有着不可告人的方式 通常他们会挑选人间的某处小镇 然后开一间肉铺 一家酒铺 足够隐秘地活着 即使以夫子之能 也是踏破了几百双鞋 才将这两位找出来的 其次 这两位是十足的胆小鬼 秀为高深 却十分惜命 对浩天非常惧怕 所以浩天将两人 视作两块腐肉 直接掠过了 第五个出场的大佬 佛陀 又称佛祖 存在于大约五千年前 四大不可知之地 佛宗玄空寺的开创者 秀为以达第七境的涅槃 九屠的无量神通 就是佛陀当初所受 佛陀早年间曾入之手冠 看过七卷天书 并对夜灵月线的描述做了笔记 佛陀在笔记中预言了 永夜会降临人间 并将其称之为末法时代 他也预言了 夫子会登天化月 预言了冥王将士 只不过他并不知道 冥王即是好天 后来佛陀预感自己 原济之妻将近 于是在极西荒原 发大愿力修筑了玄空寺 极佛学缠经于其中 予以永世之屏障 凡后被佛门弟子及优秀者 均可入寺听经修行 之后他便在菩提树下涅槃 化身般若山峰 并留下了无数针对冥王的法器 正是因为佛陀的大手笔 玄空寺才历经数次永夜 仍传承不断 佛陀之后出现的大人物 便是夫子了 一千多年前 夫子出生在西陵神国东面 一个叫鲁国的国家 自小读书名里 考试做官 因得罪权贵 被免职在家 三十多岁时 突然对道门典籍产生兴趣 从而走上修行之路 但在修道不惑时 夫子的境界开始停滞不前 族人看到了他的修行天赋 于是不惜花重金 将他送到了陶山某个执事 于是夫子选择了 进入西陵神殿藏书楼 一边当图书管理员 一边摸索修行之法 在这里 他邂逅了一位 同样痴迷读书修行的道人 要知道 那时候西陵神殿的道人 大都喜欢吃香喝辣 在人间作为作福 这个道人的举动尤为特殊 夫子便与其结为了同伴 随后两人不仅跃进了藏书楼里的典籍图书 还相约去织守观 偷看了七卷天书 从而境界稳步上升 那名道人 后来成为了西陵历史上 首位光明大神官 还偷走了名字卷天书 在荒原创建了明宗 也就是魔宗 他成为了魔宗的首任宗主 开辟了四大不可知之地中的魔宗山门 此事一出 夫子也被连累 只能离开西陵去往了中原 在这里 夫子结识了大唐的开国皇帝 帮助他创立大唐 建长安城 赦京神镇 世代守护 随后 夫子又在城南建立书院 开辟了四大不可知之地中的书院后山 期间荒人南下 夫子去找那位魔宗宗主打了一架 帮大唐赢下了对荒人的战斗 此后的大唐 强大到打遍诸国无敌手 西陵神殿不得不承认了唐国的特殊地位 而那位大唐的开国皇帝却老糊涂了 他听信了吃夫子之肉能获长生的谣言 欲对夫子痛下杀手 于是 夫子在他动手前夕 先一步进入皇宫 将他斩杀 为了避免重蹈覆辙 夫子规定 以后所有皇位继承人都要先接受自己的教导 所以之后的大唐皇帝都是勤政仁爱之君 大唐日渐强盛 对夫子更是敬爱有加 书院在大唐的地位就变得超然了 后来夫子渐渐从俗世中把自己解脱了出来 他在世间游历 收集各种书籍 想要找到破解浩天规则的方法 他曾在极北黑海上建造过一只巨轮 希望能够躲避永夜 为了弄清楚天有多高 他曾垂直向上飞了三十多年 为了验证自己的结论 他踏破了几百双鞋 找到了永夜的幸存者 屠夫和酒徒 但屠夫和酒徒却尽若寒蝉 为了弥补自己天赋和认知上的不足 夫子还带诗收徒 培养了柯浩然这样一个盖世奇才 还陆续收了十三位高徒 书院小师叔柯浩然 便是第八位出现的大佬 柯浩然出现在大约四十年前 他是人间万事以来 雪山汽海唯一一个十七窍全通的天才人物 是一个没有破镜障碍的怪态 他十六岁入长安 夫子发现顿时眼前一亮 夫子意识到自己资质普通 所以想不出战胜浩天的方法 而这个年轻人资质远胜自己 如果悉心培养 也许真有可能完成自己的夙愿 于是夫子提出要收他为徒 一起探索浩天世界的秘密 但柯浩然却直接拒绝了 因为在他心里 这世上就没人有资格当他的老师 即便是夫子也不行 夫子最开始还有些不愿 但转念一想 自己不也是自学成才吗 于是他提出一个折中的方法 那就是代师收徒 就这样 柯浩然成为了夫子的师弟 柯浩然是个修行天才 他以剑开道 一法通万法 自创了浩然气 但浩然气有个弊端 需要在体内开辟天地 再引元气入体 可这种方法被认为是魔宗功法 夫子为了保护他 于是将他关在四过牙三年 直到他将浩然气 模拟出浩天神灰破牙而出 在夫子的指点下 柯浩然的修为突飞猛进 但他的越境速度过快 引起了夫子的担忧 数年后 夫子在一个小镇上 发现了另一名修行奇才 李漫漫 于是收其为图 随后 夫子又在宋国一处小镇 守了君墨 不久 静静飞快的柯浩然 手持青钢剑 骑着头黑驴 作为书院的天下行走 开始闯荡世间 也就是这时候 他结识了另一位天才人物 连生三十二 连生是宋国世家公子 祖祖辈辈都是魔宗人 因他半年而生 所以取名连生 外号连生三十二 他天资聪颖 领悟了佛 道 魔三宗精髓 先后成为佛宗山门护法 西陵神殿 裁决大神观 魔宗大忌者 连生的身份很多 修行的宗法也很多 但对于他来说 改变世界 掌控世间 才是终极目标 而天才与疯子 往往只在一念之间 为了达到自己的目标 连生竟不惜 牺牲半个世界的人 做下很多有为天道之事 他与柯浩然 都是天纵之才 还成为了好朋友 但柯浩然的风头 远胜连生 这让连生起了极度之心 他在烂科寺举办的 于兰结会上 杀光了所有人 还用饕贴大法 吃掉了柯浩然的 未婚妻简笑笑 并将这一切嫁祸给西陵 目的就是让柯浩然 挑起战火 扰乱世间 让整个人类 都卷入战乱中 他在带领人类 一起逆天改命 但他的阴谋 却被柯浩然一眼看穿 于是柯浩然杀上 魔宗山门 突进门内所有高手 留下书院柯浩然 灭魔宗于此的剑印 然后以轻石为离 剑痕为诈 用浩然气模拟出 连生最擅长的繁龙大阵 将其囚禁在白骨山中 以赎罪 魔宗灭亡后 最后一代宗主林悟 因休息二十三年禅 变成女儿身 逃至热海之盼 被夫子收尾了弟子 魔宗圣女夏天 和他的哥哥夏侯 也逃离了荒原 开启了隐姓埋名的生活 之后 西陵神殿将柯浩然入魔的事 昭告天下 柯浩然一怒之下 杀上陶山 连拜当时的西陵长教 和指手冠冠主陈某 也都被柯浩然打败打残 而他竟欲战欲勇 还连破竖镜 阴感世间已无敌 柯浩然选择了拔剑向天 终被浩天击杀 一代天骄就此陨落 柯浩然死了 夫子的希望全部破灭 暴怒之下的夫子 久后只身登上桃山 先斩进满山桃花破阵 后挫败道门众多修行高手 西陵神殿毁之一旦 指手冠冠主陈某 请来了佛宗第一人 玄空寺蒋经首座驻镇 也难抵挡夫子一击 随后贯主陈某 被夫子驱逐于南海 算是对道门的惩罚 夫子又与蒋经首座约定 除非遭遇蔑视大战 否则他不能出手 极客浩然之后 世间又出现了一位 绝顶强者柳白 柳白被称为千年来 低修道天才 他初时急剑一大河 面临当时最强 后于大河边 勿得大河建议 创立剑阁 并曾倚若胜强 战胜南海剑神 或剑圣之名 他与世间第一神浮尸 颜色大战 重伤了颜色 自己也断了半截眉毛 柳白隐隐感觉到 浩天世界的危险 所以一直以剑阁 牙洞谈判 压制自己不破武镜 但他的实力 远胜武镜之上众人 他还根据柯浩然的剑法 总结出了纵剑万里 不如身前一尺的道理 其身前一尺 便是浩天都无法躲避和破开 而此时的书院大师兄李漫漫 已创造了三月入洞玄 入洞玄当天傍晚观 沐云而入知命 然后三天破武镜 到达无惧的传奇 成为了年轻一辈中 第一个月武镜的修行者 二师兄君墨 是知命巅峰 三师解余连 修炼二十三年禅 即将攻城 即将进阶地六镜天魔 两位虽不能吻颖柳白 但也都被认为是 不若于柳白的存在 大约18年前 宁缺才以穿越者的身份 来到这个世界 因为夫子将自身的力量 融入到了人间 和这个世界紧紧绑在了一起 夫子在人间便是无敌 所以浩天也没有战胜 他的把握 但浩天通过天算 看到了夫子和宁缺的联系 他欲通过宁缺找到夫子 邀夫子登天一战 所以他投射人间体桑桑 来到宁缺身边 将叶的故事便正式开启了 最后一回就会 这次是 我们下期见